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迪巴拉是一个与李尔完全相反的女孩 她是大人眼中的坏女孩 吸烟喝酒穿不住留的衣服混迹于酒吧 却有着不被人察觉的单纯而脆弱的内心 在一次球赛上她对阳光帅气的张扬一见真情 从而牵扯出一系列的纠葛怨恨 张扬的妈妈在张扬儿时抛弃了她与父亲 与另外一个有情的男人结婚并生下许义 在家长会上看着妈妈目不斜视地走过自己 甚至连看也不看自己演的张样 怀揣着对她妈妈的仇恨 利用巴拉对她的喜欢 让巴拉不管用什么条件让许义身败名裂 巴拉因此开始追求许义 许义也忠于被大胆而美丽的巴拉所折服 渐渐地被巴拉带上了歧途 一天在面馆中 李尔偶然碰见独作吃面的巴拉 李尔因为许义而去接近巴拉 并给了没有伞却着急走的巴拉一把伞 二人由此结识 并在一次偶然之中 撞见了正在被张样殴打的巴拉 情节之下 李尔冲到巴拉面前护住她 两个不一样的灵魂逐渐靠近碰着 轻轻缠绕 另一边跟爸爸吵完架后的张样找到巴拉 向她诉说着自己在好坏之中徘徊的痛苦 巴拉带张样来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告诉了她自己的孤儿身份 张样也告诉了巴拉自己那样对许义的原因 巴拉发誓要让张样得到幸福 两个一样孤寂而脆弱的心灵 彼此拥抱温暖而恒久 高考过后 富家女蒋娇请全班同学吃饭 并在张样又一次接到巴拉电话时 逼迫她说巴拉是个婊子 一直靠着蒋娇家的钱上学的张样 隐忍而无奈地录下了自己骂巴拉的视频 却被喜欢巴拉的黑人得到 无疑的巴拉看到了这个视频 心灰意冷的巴拉给张样打电话发信息 张样均一直不接 巴拉在大雨滂沱的天气跑出去 想要找到张样问她是不是真的 她无助地蹲在雨中 打电话给丽儿 她说她最爱的张样 其实根本就不爱她 张样骂她是婊子 她说谢谢你小耳朵 谢谢你给我云伞 谢谢你帮我当朋友 丽儿赶忙跑出去 让巴拉在市民广场等她 去指看到了躺在雨中 血迹斑斑的巴拉 巴拉在最后一刻对着丽儿的左耳 说了一句话 却不知道 丽儿的左耳天生停不见 巴拉死了 丽儿跟着许易去了上海 张样和蒋角去了北京 也许是觉得许易喜欢这样的女生 也许是自己被那样张样自信的巴拉所吸引 丽儿渐渐地活成了巴拉的样子 她也学会了抽烟 穿巴拉喜欢的衣服 她找到许易 帮她收拾屋子 帮她还钱 帮她重拾人生 血险些将自己赔了进去 许易劈腿了 大病一场的丽儿终于大出了大物 她不喜欢这样一个活成了别人的自己 今年回家 丽儿张样碰面了 两个都已经长大的人都终于放下了仇恨 悔恨 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两个人一起去了巴拉喜欢的地方 一起去了巴拉去过的酒吧 一起去了埋着巴拉的坟墓 丽儿想起了当年看到的巴拉床头的写着 我一定要让她幸福的纸条 她替巴拉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个她认为对的决定 她对张样说 巴拉最后一刻说 她说她爱你 她想起你 她希望你能幸福 她想放过张样 也放过自己 他们终于放下了 而此时又一个大秘密揭开 原来许易的妈妈 根本与张样没有任何关系 张样是个孤儿 那自己那么多年的怨恨又算什么 丽儿这里 有一些事情也终于浮上了水面 她抱着尤塔送给她的手机 想着尤塔说过的 要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孩 一部新手机 打给她电话 开口去只能哭泣着说出一句 对不起 尤塔依然温暖地说着 没什么 不要说对不起 没关系 这是她的事情 然后默默地说再见 就像当年 丽儿为巴拉的死 而在海边伤心大哭时 尤塔就站在不远处 默默地守护着她 几年后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归宿 丽儿有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张样有着自己当年想象的人生 尤塔在国外结婚了 而蒋角也成了火遍全国的明星 徐一和她爸爸在上海发展 丽儿和张样也在老家再次相遇 他们走过当年的校园 想着当年的喜怒哀乐 看着如今的郁郁葱葱 相识一笑 有什么已经悄然发芽 此时的 黎儿想着的 不过是求一人的幸福 而张样想的 是希望许易能过得比自己要好 他们终于长大了 像在电影中 零不阻止黎儿的爱情 而只是在最后轻轻地说一句 没关系 傻过了就长大了 像电影最后赵薇唱的 走到最后我们都成了过来人 然后青春离场 本拼能在当时一众青春定义中脱颖而出 成为票房黑马 其主要原因在于她所展现出的一种任性的青春 有别于我们苦门埋头与提海的青春 她所展现出的青春张扬 敢爱敢恨 因而受到追捧 虽然左耳的内容有点不真实 偏离实际 但我们却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 像李尔对许易的暗恋 为许易奋不顾身 牵涉到上海的执着 以及那种想要变成许易喜欢人的样子的心情 活成别人的影子的样子 无一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 而这部影片最大的成因之处 在于她原原本本地还原出了原著的样子 甚至超于原著 而苏鲁鹏导演也大胆用心人 刚好使这部影片中 人物稚嫩而轻松的感觉表达了出来 像张扬开头的一瞬间 许易对巴拉抿唇一笑的一刹那 巴拉在张扬面前 张扬桀傲的眼神 那时导演捕捉到的他们的眼睛 亮如星辰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在下方评论 留下你对本篇的感受与观点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加转发 我们下期前面再见